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千一百秒 让我们掌声欢迎唐歌尔老师 太像了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蒙古 呼号好的诗 《吴兰木齐》的一名歌手 我叫《吴兰木齐》的演员 欢迎 《吴兰木齐》的演员 是吗 怪不得 太厉害了 这样 先演少叙 投票 98分 获得额外的五分加分 当然 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观众还蛮挑剔的 对不对 唱得这么好 这么像 我们还有两票没有投给他 说明什么 说明那就是不喜欢腾歌尔 扣了那两分 跟您没有关系 谢谢 其实真的 唱腾歌尔老师歌曲的人很多 唱得好多人也是特别多 但是很荣幸的是 我也是前几年 参加了几个综艺节目 然后当时的评委 这是腾歌尔老师 然后当时那个导演组就是 必须要让我唱这个 腾歌尔老师的天堂 然后我就在腾歌尔老师面前 唱了这首天堂 然后腾歌尔老师听完以后 就说是目前为止 唱舞这个最像的一位 哇 好高的评价 然后腾老师有没有下去 私下跟你联系 这样以后我没有时间的演出 你去吧 其实你看 就是我们经常 你看那个综艺节目里边 会有模仿秀 腾歌尔都是B点的歌手之一 就是因为他本身这个歌手 就他特别有自己的特点 是 您模仿这么像 您还是有自己的技巧 您愿不愿意分享一下 当然可以 腾歌尔老师是唱每一首歌 都是用心去唱 是不是现在我们说话的口音 都得现在跟你开始模仿 没有 然后总的来说就是腾歌尔老师 对 模仿腾歌尔老师 第一个是鼻眼 什么 鼻 鼻住眼睛 鼻眼 第二是胸硬展翅 然后就是 对 然后我是真正的 我模仿腾歌尔老师 从小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是我从小在牧区长大 然后在我的记忆里 我从小就是特别无聊 每天 然后就是特别盼望家里面来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是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交通 不方便 半个月十天 来不了别的人 就这一家人 然后是有一次我二哥去搭酒家 回来的时候带了两盘磁带 一个叫蓝色的故乡 还有一个叫蒙古人 都是腾歌尔老师磁带 然后我就天天听到一口 听到几乎所有的歌曲都记住了 歌词也记住了 然后是就那一年吧 过年时候 我爸爸去那个买年活去嘛 回来时候买了一个电视机 十二次那黑板电视 然后到大年三十准备看 电视出来 我跑过去一看 电视有个特别高跟的男子 穿了一套西服 白色西服 大长头发 特别大的护子 然后就唱那个 就我听到那个专辑里面的歌曲 我说 哦 原来腾歌尔是唱这样的 那是第一次在电视里面 见到了腾歌尔老师 对对对 然后自从那天开始 我就是特别崇拜腾歌尔老师 那时候我光彤 我就偷上弄那个杀镜呀 或者那个猫镜什么的 然后拿那个骚扰 上我们家房间上 高跟人演唱会 唱大大歌 特别好玩 当然我就说人生啊 有时候它不可预计 就是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或事儿 突然就改变了你的人生命运 真的 我也有时候想 要是没有腾歌尔老师 我肯定没有今天的 我这个艺术的这条路 肯定是这样的 马上就要挑战我们的 黄金大舞台了 要唱什么歌 唱一首自己的原唱歌曲啊 因为这首歌是我真的 一生中第一次给自己写的一首歌曲 也虽然歌词特别简单 然后也真正写出我当时那种 生活困境吧 那这首歌特别像个文 像跟我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 漂泊在他乡的所有的幼子们 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打开文艺频道页 往期内容随时看 幕后花絮抢先知 与社群好友边看边聊 同时登陆央视文艺客户端 参与节目各类互动 我从草原深处走来 徘徊在城市高路之前 失落的深圳单纯的梦想 失落的深圈单纯的梦想 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 人的一生放过多少作伤 才能够实现理想 是才能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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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蒙古汉子 这歌有力量 一路长红 歌声很好听 也很有磁性 草原人民的豪迈之情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他今天的挑战 有没有可能成功 来 黄金大幕 请升起 一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祝贺朝隔其乐土 挑战成功 总票数 就是8分 祝贺 谢谢 特别感谢 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谢谢 再见